你对TrackGPT的概念还停留在过去 只会用问答的方式来请AI帮你写写简单的文章或是翻译吗? 还是认为TrackGPT没有想象中的好用呢? 今年TrackGPT推出的新功能将推翻你的想象 只要使用过后你就会知道 心中呐喊着这个功能怎么不早点推出 简单来说Canvas就是AI与文字编辑器的结合 过去我们使用TrackGPT的方式 可能都适用问答 在你一句我一答的过程中 常常会不小心偏离主题 而你要再绕回去请TrackGPT修正 又会变得相当麻烦 你可能很难指定要修正的段落 也会觉得TrackGPT根本就不懂你想要什么 这种情况越常发生 就越觉得TrackGPT真的没那么好用 渐渐的就放在一边了 但今天Canvas的推出解决了这个状况 在今天的影片中只要手把手教学 教你该如何使用 有兴趣的记得看到最后哦 大家好欢迎来到网络创业家小冬频道 我是小冬的助理恩恩 今天的影片由我来为大家介绍影片内容 网络创业家小冬是专门介绍有关于YouTube经营 网络创业网络赚钱等相关知识的 如果你也喜欢跟学习这些知识的话 欢迎订阅频道以及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这样你每周就能看到我们为大家推出的精彩影片了 你可能会想说Canvas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让TrackGPT的问题可以被解决呢 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几种状况之外 由于TrackGPT无法直接编辑内容 所以导致如果我们只是要修改其中一小个标题 或是一个结尾的话 提出要求请TrackGPT编辑时 它常常会进行不必要的文章修正 变成整篇文章不是你要的样子 总是要花费许多心思在修正 那Canvas就不一样了 首先我们来打开Canvas的视窗 那你看看它长什么样子吧 我们先进到TrackGPT 然后在对话框中输入Canvas 你可以看到画面中间跳出了一个空白的视窗 但却没有任何内容 这是因为如果你想要使用Canvas的话 是需要有一段文字内容的 这样TrackGPT才能够辅助你去进行一些编辑 所以你也可以使用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你直接丢问题给它 然后再启用Canvas 或是你可以直接贴上一段文章或是答案 简单来说就是必须要有个内容基础就对了 那我这边丢一个有关产品分析的问题给它 请帮我分析以下不同品牌的产品 吸托两用吸尘器 LG Dyson 小米 当我输入这个问题后 TrackGPT就会像过去的方式一样生成出回答 这时候只要再输入一次启用Canvas 文章就会切换成这样的视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窗改变成什么样子 左边一样是与TrackGPT的对话框 而右边则是Canvas的内容编辑器 也就是生产的视窗 在左边问题的回答会直接出现在右边的编辑器之中 而且是同步及时修正 这点在设计上非常直观好懂 我也像过去一样问答一直堆叠 想要修正文章变得非常麻烦 TrackGPT可能还会搞错你要修改的段落 所以这样的设计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操作使用的 如果你要增加内容或是修改 一样可以在左边的对话框继续新增提问 比如今天TrackGPT不小心用英文回答你 这时只要输入翻译成中文 整段文章就会自动修正为中文了 很特别的是右边这里内容编辑的部分 就像是Word一样 可以随意编辑TrackGPT回答的内容 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回答总是东一个西一个 要早还要一直往上滑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修改文字大小 图体等等或是增加内容修正语气 也可以局部的问TrackGPT问题 比如你想要修正标题就可以圈选这句标题 然后点击询问TrackGPT就可以进行局部的修改了 真的相当方便或是你也可以将整个段落选取起来 一样会出现这个修改的图示 这样就不会发生有时候只是要修改一小个部分 却整个文章都被更动到的情况了 那刚刚简单介绍了一下基本的界面 现在我们再来详细看一下Canvas的功能吧 Canvas厉害的点是提供了我们一些现成编辑的功能 这边看到右下角有一个铅笔的符号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的选项 比如这个调整长度 点击之后它会出现一个可移动的图示 你可以选择要让你现在的文章内容更短或是更长 比如大部分的时候TrapGPT其实给我们的回答都很简短二要 想要它再多讲一点内容又要一直给指令很麻烦 而这个功能的设计好处是你可以直接就在这里设定内容的多挂了 比如说我们选择更长 你可以看到右边视窗内容的部分 Canvas就自动帮我们进行修改与调整 让整个文章更加丰富了 而且你也不用一直给指令一个动作 就可以完成非常方便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更短 比如在FB或是IG 文章太长的话有时候是很容易被观众划走的 而当我们想要分享一篇长篇文章的重点时 就会希望TrapGPT帮我们用精简的文字叙述就好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用调整长度来帮你修剪到适当的篇幅啦 而这个阅读等级的功能也很特别 这是提供给你可以修改文章内容复杂或是简单程度的功能 比如说你的文章是需要让国小生也能懂 那么就可以在这边调整阅读等级 可以看到有从幼稚园到研究所这样的选项 并且去做调整 这个功能对于要修改同一份文章给不同年龄层看的人来说 真的很方便 或是你可能想要修改论文之类的专业性文章 但自己不太知道如何使用更有深度的文字叙述 这时就可以选择用研究所的程度 让你的文章内容看起来更加丰富有内涵 另外还有这个论识功能 这个对于写文章来说也是相当方便的一个功能 比如我们今天的内容架构都已经完成 剩下的就是要修改标题文字大小出题等等 以往必须要每一个段落都自己调整 如果文章非常长只是要消耗你不少的时间 真的非常累人 怎么之前都没有人想过可以让AI来做这件事情呢 有了这个功能之后我们一按下去 Canvas直接帮我们把文章的内容标题大小段落都做出区别 再也不用很辛苦的每一段都自己设定跟调整了 这个功能对于写长篇文章的人来说真的非常方便 另外有一个很可爱的功能是表情符号 虽然长篇文章不太需要使用到这个功能 但如果今天你是一位小编或是行销人员 要写一边FB IG的产品介绍文章 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帮你加上表情符号上去咯 让你可以在文案中凸显重点 增加活泼感 并且直接少了要在众多表情符号里面选择障碍的情况 这些设计真的蛮符合现代人工作上的需求 最后还有一个功能是修改建议 这个按下去后会帮助你审视整份文件 有没有哪里需要修改或是增加的地方 在左边说明栏告诉你哪里有需要补充的 可能会建议你要在某些段落增加更有说服力的说明 或是哪里需要认识 这个功能都可以帮助你的文章整体变得更加通顺哦 如果你的文章较长也会直接在右方编辑器中显示备注 这样简单看下来是不是已经觉得Canvas真的超方便了呢 它可以帮你做到不管是AI编辑还是部分编辑 甚至你自己修正段落也可以 感觉以后AI编辑的部分是基本配备的 而且我想会做得越来越专业 而左边这个与ChimpGPT对话框的部分 每一次的提问都会有一个编辑记录 这个部分是什么意思呢 点下去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提问之后 Canvas帮你做了哪些修改的地方 会有绿色跟红色的文字去做标示 也就是删去更新真的内容 而在右上角也可以选择隐藏变更或是上一个版本 所以如果你使用AI编辑功能 却想要回到之前的版本时 也不用担心会找不到 可以随时回到上一个版本的内容哦 那我们也来试试看在已经有文章的情况之下 左边新增一个问题 右边界面会怎么变动吧 这边我输入 请帮我新增这三种品牌的吸力强度详细资料比较 完成后再点击一下显示变更 你就可以看到文章有哪些地方做了变动 所以很棒的是即便有了文章 Canvas可以同步连接网络去把我们搜寻所需要的资料 不过要注意的是 TrapGPT联网的资料偶尔也是会出错的 所以最好都还是自己查证一下哦 比如我在这边吸力的地方签选起来 选择请帮我查证资料 可以看到左边对话框提供了TrapGPT联网的资料 这边新增了一些内容让资料更加完整 你也可以再把要新增的内容直接加到文件中 十分简单 这些都可以依照自己的习惯去做调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Canvas虽然可以部分调整 但有的时候还是会改到我们的资料 毕竟这个功能刚推出不久 偶尔还是会有一些的bug 但对于过去的使用方式来说 已经提供了很大的改善了 相信这个Canvas的功能也会持续的进步 那除了基本的文字编辑模式之外 Canvas最厉害的是还提供了写程式的模式 相当适合各种类型的工程师 如果你手边有需要编辑的程式码的相关档案 你可以直接将档案丢上来TrapGPT 并说明启用Canvas TrapGPT就会变成写程式的Canvas界面了 那这边我丢一个问题作为操作示范 比如我问TrapGPT 你是一个制作宠物监视器的工程师 现在要制作一个宠物监视器的APP 请提供APP的程式码 你可以看到右方界面很快的生成出程式码 而左方对话框则是说明 这个程式码的设计主要包括了哪些功能 比如有主画面 即时影像串流 还有活动日志等等 而这只是最基本的程式码架构 还有可以去额外做扩充的部分 另外右下角的编辑按钮也变得不太一样了 你可以看到它变成了适合程式码编辑的设计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到 这个是新增评论 这个很简单 其实就是帮你增加一些注释的部分 点选后过一段时间 可以看到这个有编辑过的部分 其实内容上并没有太多的变动 只是新增了一些注解的部分 我们看到下一个是新增日志 这部分是可以协助侦测程式有没有错误的部分 可以看到这些绿色就是刚刚Canvas把我们新增的部分 有新增了一些可以侦测程式运行的状况的程式码 当你的程式码越长越丰富 这个日志的部分也会越多 主要都是在协助进行侦测 再来我们看到第三个这个长得像小蜜蜂的图示 也就是修正错误 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帮你检查你的程式码 哪里可能有错误的地方 点击后Canvas就会帮你从头到尾检查过一次 跑完后左方的对话框就会告诉你 你的潜在错误已经被修复 并无发现问题 这样就能很快的帮你做审查 完全不用浪费太多时间 真的非常方便 另外倒数第二个是转移语言 程式语言其实有很多种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常见的有 CE++、JavaScript、TypeScript等等 共有六种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做切换 而不需要重新编辑 或是另外使用别的软体协助转换 比如我们选择Python看看 很快的整篇程式码自动帮你编写成另一种语言 是不是非常简单 真的相当适合工程师使用 节省了大量需要修改的时间 原本可能要花六个小时的工作 现在直接省去一半 还可以去泡咖啡休息一下呢 而最后一个是程式码评论 跟前面语言编辑的模式一样 其实就是会帮你增加一些备注 或是可以精进跟修改的地方 我们点击看看 你可以看到右方的视窗会有一些用黄底标记起来的程式码 而右方会有一个小注解 主标移动到上方就可以看见注解的内容 那有时候TrapGPT会自动变成英文回答 看不懂的话使用Google翻译点击以下语言切换 就可以变成中文了 像这边就有说明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问题 提供你一些简单的方法可以去做修正 不过因为我本身并不是专业的工程师 所以没有办法帮大家去确认Canvas这边提供的程式码的完整性 或是修正测试是否正确 但如果你本身懂程式 相信就可以透过这个Canvas的程式码编辑功能 给你很大的助力与缩短制作时间哦 除了请Canvas帮你制作一款APP的设计雏形之外 甚至连游戏设计也可以做到哦 基本上它会帮你设计一个很简单的架构出来 可以使用但可能很粗糙 所以还是需要你具有专业背景 后面进行其他的编辑才能够让这个程式码修正到 可以实际商业应用的程度哦 比如你可以提问 请帮我设计出一个可以用网页开启的小蜜蜂设计游戏 很快的TrapGPT就跳出程式码设计 那如果它没有帮你转换成Canvas的话 记得可以在对话框中输入启用Canvas 它就会帮你跳转到Canvas的界面了 那程式码完成之后 你可以看到左边对话框告诉我们 已经为你设计好一个可以在预览器中运行的小蜜蜂设计游戏 包含基础的移动设计和目标生成功能 你可以直接将代码储存在HTML档案 并用游览器开启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 首先我们到右上角按复制 将这段程式码给复制下来 接着打开电脑的记事本 如果你是使用Mac 记得打开的是文字编辑 然后记得要将格式修改为文字 这样你的档案就会变成这样的文字格式 最后我们就可以贴上刚刚复制的程式码 接着按储存 我们帮它取一个B的名称 这边要加上副档名HTML 储存时它会再问你一次要储存成文字档还是HTML档 这里记得点选储存成HTML 这样就完成了 接着来到你储存档案的地方 我们将这个档案拖曳到预览器 点击Enter 只要程式码正确的话 游戏就可以顺利运行了 很厉害的是 这个程式码果然真的可以使用 画面非常简单 是一个蓝色背景 以及会持续不断掉落下来的小黄点 左上方也有显示你目前的分数是多少 虽然移动速度很慢 速度都是可以再去做调整 只要持续按攻击键 就会发射这种红色的子弹 而当你射到小黄点时 分数则会一并增加 虽然整个游戏设计很阳春 但却可以正常使用 真的也是非常厉害了 没想到现在AI的技术达到 你问什么问题 请它来工作 都可以帮助你生成出一个基本的架构出来 对于了解程式语言的工程师来说 就可以透过这个基本的雏形 再让它变得更加的完整与丰富 当然Canvas还是有它的限制 尤其是这个功能刚开始不久 还是会有发生错误的时候 或是没有跟上最新的系统更新时 也可能会造成一点问题 但如果你懂程式语言 相当推荐可以玩看看它的各种新功能 当然你使用更长 比且更完整的程式码时 体验也会更好 并且能够更加火用 也更能发现它的妙用 不过Canvas这个新功能虽然相当不错 偶尔还是会有理解力出状况 虽然现在AI技术已经相当发达 但难免操作上还是会遇到一些bug 所以这个部分会有一点的不方便 不过你多使用并且多跟它磨合 其实AI都会记住一些对话模式 也会帮助你在问答上更加流畅 而这次的新功能简单来说 就是新增的三大部分 第一个是增加的即时编辑器 让你可以不用再用对话式的问答 而是可以及时的看到文章的更新 并且同步编辑 再来第二点就是右下角的智能工具列 新增了我们最常使用的文书 或是程式码编辑需要的工具 让你可以不需要输入指令 只要点击就可以快速的增减长度 或是检查错误 最后一点是最厉害的局部的修正 过去只能用问答 导致原本只想要修改一小个段落 却整篇文章都被大改 让人非常头痛 有了局部编辑圈选的功能 改善了这个整篇文章都被更动的状况 对于使用者来说 真的解决了最大的痛点 如果你过去对于TrackGBT又爱又恨 请你先不要放弃它 赶快来使用它的最新功能吧 不过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没有付费订阅 近期Canvas又修改为 有每日使用上线了 真的有点伤心啊 不过目前来说还是可以试用看看的 相信对于不论是需要常常写文案或是工作上需要设计程式语言的你来说 一定会成为相当好用的助手 一起来体验看看吧 希望今天的影片大家也能从中获得跟学习到很多使用的知识 网路创业家小冬的频道一直在介绍更多有关YouTube赚钱 跟网路创业的相关知识分享给大家 欢迎大家订阅跟关注频道 对今天的影片有兴趣或有任何意见跟问题的人 也欢迎留言哦 你也跟小冬一样喜欢在国外旅游或旅居吗 你也想了解更多有关Digital Nomad 数位游牧创业家的生活吗 IG里面有更多有关小冬的海外旅居生活 及网路赚钱跟创业的相关知识 我们下周再见咯